为解决内湖地区塞车问题,台北市公务局将原本仅二线道的港前路,周子街至瑞光路段,图拓宽至三线道,预计12月底完工,中央社分享,为解决内湖地区塞车问题,即配合内科执行大港前公园新建工程,台北市公务局将原本仅二线道的港前路,周子街至瑞光路段,拓宽至三线道,新工处今天宣布, 预计本月底完工,内湖地区饱受塞车之苦,台北市长柯文哲上任后除了继续推动内湖产业发展外,也多管旗下寄出多项政策改善塞车问题,包括调整公车及捷运搬至成功桥拓宽工程,108年8月完工等,其中连结提顶大道二段瑞光路及内湖路一段的港前路, 无论监峰或离峰总机满车潮,加上内湖科技园区产业支援设施BOT开发案,内科执行大港前公园工程在旁,因此将原本仅二线道的港前路,周子街至瑞光路段,拓宽至三线道,本月底完工。 公务局新建工程副处长王建中指出,本工程共分三阶段施工,利用内科执行基地退缩五公尺设置简易铺面人行道为第一阶段,10月完成,平移大花思维,协调台电公司,办理电箱迁移为第二阶段,11月完成,测钩改建,路面铺设为第三阶段,也是目前正在进行的最后工程。 针对当地民众期盼的大港前公园,工程进度公务局公园处公务科长洪凤勤简报表示,目前工程进度已超前达38%,有信心明年4月就能完工。 他并说,大港前公园前身为台北花卉市场完工后公园面积达2.5公顷,并融入与铺满概念。 收集雨水,地表浸流,分别储存在公园,大草原,迎宾广场底下的储水囊,一共能收集约2900公顿雨水,干旱来临,急需时就能提水使用。 为了方便民众停车,也规划汽车200辆,机车250辆,大客车4辆的停车格。 我会订阅,大客车5辆的停车。